今天我们其实像这个地方 他要的是C04里面的这个后面的时数 那所以你可以拆成几个阶段来完成 比如说第一个阶段你可以先知道说C04 他的那个课程时数是多少 第二个呢你可以再把它除以3 除以3之后的话因为一周有三个小时 然后呢除以3之后呢最后是等于是10周嘛对吧 那10周的话呢如果说呢 因为已经有一个起始的那一周 其实那一周就是第一周嘛所以第一周要扣掉 会不然的话会多一周 所以你变成要减一周啦 因为前面已经有一个起始周 这个起始周的话就是说这个地方有个开课 这一天已经是第一周了 那结束那个应该是之后的再9周的时间 所以记得减掉 第一周减一就对了 那一周的话呢总共会有几天呢 总共会有7天所以乘以7 那会有一个数字出来就是 距离 第一周总共是几天的日期 那你就把这个几天 比如说假设啦 是63天的话 其实你就可以 如果你已经知道 但假设你以前做法是这一天 后面加上多少 加上63的话 那你如果把他打勾 他就会有个数字 你想说 奇怪老师 这个不是日期呢 你把他加63 其实63是63天之后啦 那顺便跟各位讲一下 为什么可以这样加 主要原因是因为 如果你今天把游标放在 某个日期上面 你会发现他预测的格式是长这样子 年 月 日 有没有 那实际上呢 日期比较特殊 日期 在eSale里面呢 其实他是有三个资料 年月 但是呢 实际上他存在eSale里面是什么 按右键 储存个格式 你可以切到什么 数值的地方 把它改为 第一个 通用格式 按个确定之后呢 你会发现 他 回来的 就是一个数字 40362 想要这数字是什么来的 其实根据官方说法 这个数字 其实就是跟哪一天相比较 1900年的 1月1号 相比较之下 相差几天的意思 那也就是1900年1月1号 如果你出生的格式 把它改为通用的话 你会发现呢 他就是e 也就是说呢 以Sale他那个 算日期 里面存的 实际上就是一个数字 这个数字的话 就是说今天 跟那个1900年1月1号 比较之后 这个日期相差了4万多天 的意思 所以实际上他 虽然看起来是一个 日期格式 可是里面是存一个数字 这个概念要有 那也就是我把这个数字呢 再加上 多少天之后呢 其实他显示出来的 就是那一天日期 那那一天日期 主要是把它格式化就可以了 格式化成我们看得懂的 好 所以 大概把重点讲完之后 我们来实作 第一个的话呢 用这个来查 查哪里呢 查开课斑别 同样的 位置的那个 第三栏 那怎么查 第一个请各位注意一下 插入函数 我们会需要用到 叫做 减4与参照 的最后面一个 这个函数非常重要 V lookup V的文化指的是 vertical 指的是那个垂直的意思 垂直的栏 帮你查 哪一栏的资料 那他问你几个问题 按确定 他问你总共有四个问题 你要 把它四个问题填满 答案就出来了 第一个问题是 请问一下你要查什么 我要查 C04 OK 第二个问题是 他问你说 Table Table是表格啦 实际上就是那个 资料表的范围在哪里 那个范围 这个是要找 我要找 C04 请你到 开课斑别里面的 不包含 栏文名称的下面 这个范围 帮我在 这个范围里面找 特别注意 他找一定会找 第一栏 你选的这个范围里面的第一栏 他会从头到尾 帮你找到 找到了之后 他会问你第三个问题 说 这个地方是第一栏 比对一定是比第一栏 他问你说 那请问一下 你要 把第几栏的资料 帮你带过去 我要把这个资料 所以这个是3 所以请你把这个3 填到这边来就可以了 所以这边的话 告诉他说 帮我这个范围找找看 帮我把第三栏的资料找回来 那比对的方式 如果0的话 是一定要找一模一样 C04 如果你选1的话 输入1的话 是找接近的 这里我刚才 输入0好了 找一模一样的 那你会发现 他就会 帮你 C04自动帮你在那边范围找 找到之后把第三栏的资料 30 帮你带回来 所以 到时候 30就会帮你返还到这边来了 OK 应该可以了解那个逻辑吧 其实 以上 最重要还是把函数学会 函数其实最重要就是 你要能够看得懂 前面这相关的问题 我后来发现 其实大部分同学 都看不懂前面这东西 所以你慢慢习惯 你就要把他想象成 那个中文的意思 OK 所以那个流程 OK之后按确定 好 确定之后的话 他就帮我查回来了 不过你会发现 他查回来 他这边应该理论上 出生的格式应该是一个 通用格式 应该是30才对 查回来是30 不过因为他已经帮我格式化成日期 所以看到的结果会长这样子 1900什么 好 那第一阶段我做完之后 第二阶段就是把这个公式做什么 把它除以10 因为他回来 30 除以10之后 然后呢 再把它减掉 1 减掉第1周 那减特别是要先减 所以 把这边 前面加一个前刮壶 后面再加一个后刮壶 那因为呢 这个减完之后是9 是9周 所以呢 乘以 乘以多少 一个 礼拜是7天 所以乘以7 OK 这样的话呢 我就已经把 总共 的天数算出来打个勾 OK 那你会发现按右键 除了格式里面 他理论上 通用格式应该是 这个应该 14不对 应该什么 除以 这回来的东西 把它除以10 应该是除以3 跟这样 除以3才对 一个礼拜 3 个小时 减掉一周再乘以7 总共几天呢 对 63天 那可是63天不是我们要的最后的日期 所以 记得 再把这个公式减下来 然后做什么 这个日期 再加上什么 刚刚的那个 查询结果 所以前面多加一个什么 开课日期 加上后面的结果 打个勾 记得 格式部分的话 还是要恢复了 恢复成刚刚 所以我刚刚是把它改 把这个格式 复制过来 这样的话向下填满 结果就出来了 不过向下填满 这个可能要再把它按一个F4 把它锁起来 这个范围因为等一下会向下填满 那开课斑别 查询的范围不能变动 所以这个要把它锁起来 打个勾 向下填满 这样的话呢 全部 的结束日期 就查完了 不过 可能要 好几个阶段 我再把重点 回顾一下 一先利用什么 先利用那个V罗函数 先去查 V罗函数查什么 查开课斑别 那个里面的第三栏 查出来之后记得 先除以3 减掉第1抽 那乘以7的话记得要先把它刮糊一下 这个把它刮糊 乘以 7 那乘完之后 记得这个日期因为是几天之后 不是几天之后 我是这个日期 加上 刚刚那个部分的日期 打个勾 结果就出来了 那请各位试一下 这一题我想最难的地方在这里 试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 先查出 就是 这个 班别对应到的天数 第2个这个班别 对应到这个天数 是几天之后 然后第3个 最后完成 所以 基本上呢 我们最后做完的话 但你也可以把它拆开来做 比如说 查课程时数 我可以在旁边做 几天之后 也可以 或者是说 直接在这边做 也可以 那做的方法 特别是 你可能要 熟悉 刚刚讲过最重要的是这个函数 Vero函数 它的4个问题 第1个你要查什么 查班别 代号 去哪边查 去 这个范围里面查 一定是查第1栏 找到之后呢 帮你把第几栏带回来 第3栏 那比对方式是完全要一模一样呢 你就用0 如果不是要一模一样 比如说可能找不到C04 就找C05的话 那你可以把这个0改成1 不过理论上一般都是用 这个0 比较不然的话 没有他不会告诉你没有 然后按个确定 好 你会发现就查 第1阶段 那如果我把这边改一下 C05 你会发现 他会出现什么 NA 这个NA 紧的话 一般如果在Excel里面看到紧都是错误讯息的开头 N的话指的是Not A的话是available 就是Not available 意思是什么 找不到的意思 OK 应该可以懂那个意思 但是如果你将来 把这个0 把这个0 有没有 刚刚这个0呢 改成1的话呢 打个 他会出现什么 大约符合 完全符合是0 大约符合是接近的 打个勾 你会发现 他帮你找到了 但是找到的是不是你要的呢 其实他是找什么 找接近的 他把 C05找不到 他找C04来充数 可是这样不太对啊 如果说 没有就告诉我没有啊 如果没有还告诉我接近 那不是最后结果会发生 整个完全的错 所以这个可能要注意一下 那 把他改回来好了 大概跟各位说明一下 这边第1个 第2个把这个公式减下 不是 根本减下 不用减下 先直接 在这边 除以3 减掉1 因为他会先除再减 在 前刮弧 在 后刮弧 这个动作很重要 你有前刮弧 一定要有个后刮弧 乘上7 也就是先减掉1之后 再来乘7 打个勾 那就是63 再把这个公式 减下来 或者不用减 直接在这边 等于后面 点一下这个 再把它加一下 意思是 C2 加上 后面的天数 打个勾 结束日期 就 大功告成 那向下填满 找不到为什么 因为我刚刚插一个步骤 什么呢 A2 到 C15 有没有 你忘了按F4 4 就是这个范围不能动 不过其实 按F4一下是 蓝跟列都锁了 不过我讲过 比较标准应该是只要锁什么 锁列就好 因为向下填满 他只会锁列 他只会增加列 不会增加蓝 OK所以其实比较标准应该只要锁 列就可以了 打勾 向下填满 不过你蓝列都锁也没有关系 这样就OK了 所以你事情就完成了 所以如果假如将来人家丢一个东西给你 然后呢 你有学过e-sale 跟没有学过e-sale 我想结果应该会 完全不一样 尤其在办公室里面 我发现很多人真的 决定他的效率 还是在决定他e-sale专业跟技能 熟不熟练 所以OK 那这个部分的话 请各位 这个就多余了 就把它删掉 你可以分开 那这一题的话请各位就是把它 另存心档 然后把它儲存起来 这个名称的话呢 也许 再来就是绞交 今天就一个104a好了 你就104a 然后把它儲存起来 那顶多是说 如果 你们之前有学过那个VBA的同学 可以试做 年龄部分 按个按钮 比如这边有个年龄 按下去年龄自动出现 按下清除 自动清掉 或者是什么呢 开课 期别 结束日期 按一下 结束日期 结束日期清除 结束日清除 大概这样啦 反正就把VBA部分 再做一个复习 但是如果你有加VBA的 的同学 记得 你在另存新档的时候 记得要把档案存成什么 启用聚集的活跃部 不然的话呢 你如果加了VBA之后 还是存刚刚的格式 他会帮你把VBA全部删掉 存这个 VBA 都会全部删掉 OK 我礼拜有讲过 等于复习 还是 这个吗 他原来他需要什么颜色就什么颜色 他好像原来就淡紫色啦 就保持就好了 OK 他有题目有提到吗 有没有没讲到 好像没有吗 OK 大概就这样子 这一题的话呢 就完成了 那是 来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对如果已经做完了同学 那你要多增加加分的话 你可以再把VBA部分补上 反正就多练习一个 应该了解我的意思啦 反正就是跟上个礼拜一样 就是按按钮 他年龄就自动 全部出现了 按按钮 他的全部东西就清除掉了